空中一座 沐浩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我是奧莉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相當特別的企劃 相當特別的企劃 那就是 我前一陣子在看我這個電腦儲藏箱的時候 儲藏箱 對我有一個電腦儲藏箱 發現這裡面的東西 貌似可以弄成一台電腦 就是這一箱 裡面有超級多的電腦雷件 有沒有覺得 太多的版 主機版 然後記憶體 還有這個硬碟 所以你這裡全部東西 可以組成一台電腦 幾乎快要組成一台電腦了 所以想說來試試看 但是這所有的零件呢 他們需要一個家 那就是電腦機殼 那正好我這邊手邊有一個 相當厲害的東西 相信看到標題的你們已經知道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 組裝畫面給你們看一下 好的 這個如剛剛畫面你們看到的 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把這台收納箱電腦組好了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以為你可能是要來存放一些電腦零件之類 換個盒子 不 它就是一個電腦機 太誇張了吧 竟然一個這樣子的塑膠殼可以組成一個電腦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耶 我也是第一次做來 然後你看 它可以倒著放 正著放 都行 就像你一開始講的 換了一個家而已 電源在哪裡啊 是這個嗎 電源啊 就是這個 你已經把它打開來了 好酷喔 不是 重點是你從哪裡生出來這個東西啊 這個很多零件呢 都是從網路上面買的 那各位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一步步講解一下 我們這一台電腦組裝的過程 好 首先一開始它當然是這個空的箱子 我現在很好奇的是 你這個箱子是隨便去一個地方買的嗎 這個箱子是在當初小北百貨買的 那這個箱子呢 其實它的容量算很大 但是為了預防萬一 我們還是先把主要的零件 先測量一下位置 先把這個三個主要的大體積的東西 確定好它們的位置以後呢 然後就是用這個奇異筆 把它的這個鎖點的位置給標出來 那首先一開始我們是先標這個主機板的鎖點 那標好之後呢 我就用這個網路上買到的鎖點的銅柱 鎖上這個收納箱 至於銅柱要怎麼像畫面上這九根鎖在箱子上呢 這時候就要用我在網路上找到的熱龍刀來鑽動啦 你覺得那個熱龍刀玩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蠻好玩的只是好危險喔 如果是年紀比較輕的觀眾 想要嘗試這工具的話 記得請家長在旁邊陪同喔 因為那個東西很燙 你碰到的話可能會燙傷喔 嗯 這一定會燙傷很酷酷 好那我們這次主機板使用的型號呢 是這個QF B450 那CPU的部分呢是搭配了這個R7 1700 也算是三四年前的CPU了吧 那把CPU和主機板弄好以後呢 先想說把水冷給裝上去 因為水冷它的那個空間比較龐大一點 好那我們這次使用的CPU水冷呢 是這個B塊大力贊助的 PureRoot 240的水冷喔 同樣的我就是先把冷排鎖點的鑽點先標出來 再用熱龍刀把它給打動 打了八個鎖點的洞 接著呢用奇異筆描出冷排出風的位置 再用熱龍刀慢慢的沿著這個線 來做切割 那最後就把螺絲鎖上水冷排就完成了 水冷頭的外觀 採用了髮絲紋鋁合金的上蓋 質感相當不錯喔 跟處理器的接觸面呢 則是採用了鍍涅處理 隨和的配件還有一塊散熱膏 方便消費者來做使用 真的超級貼心 那它這個水冷管呢 大家有在畫面中看到 非常的軟Q啊 這個怎麼轉怎麼扭 給我的感覺非常的Q喔 怎樣 那這個水冷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一個封閉式的水冷嘛 但是呢 Biquart還提供了 額外的水冷液 如果在使用幾年過後 裡面的水冷液 如果是蒸發掉 可以用它們額外提供的水冷液 來進行補充 它會蒸發掉 它不是封閉式的嗎 它封閉式但是可能會透過 外界的一些環境因素 讓它裡面的水分減少這樣 這時候就可以用這個水冷液 將它補充 好那在這個水冷的部分安裝完以後呢 接著呢我就準備安裝電工了 電工的部分也是一樣 先把鎖電給處理好 接著呢就把這個電工直接鎖上去 那我們這次電工的部分呢 也是由Biquart熱心贊助的 Pure Power 11 700W 感謝他電啊 感謝他電 那這一顆電工呢 是這個Bus Plus 金牌的轉換率喔 之前在很多影片中有提到 各位如果你要選擇電工的話 盡量選擇金牌這樣 這個轉換的效率呢會比較好 這一顆電工呢 擁有這個同步整流器的技術 可以提供他穩定的運作 而且原廠提供了5年的保護 以及他的底部呢 就是使用Biquart他們自家的 靜音優化過的風扇 整體來說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電源供應器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處理這個背板風扇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在背板風扇的部分 除了四個螺絲點以外啊 我們這裡還畫了一個圓圈 那個圓圈的熱龍道 真的有夠難切的 我們兩個在那邊 切...切...切了大概多久 大概... 5到10分鐘吧 那個刀片熱要傳導到上面這樣切 超級久 花了很多時間 還OK吧 這個圓 覺得很漂亮 接著就是來做這個顯卡支撐架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顯卡的鎖點呢 在這個收納箱不太好上 所以呢我找來一個 這個顯卡垂直的支撐架 讓這個顯卡呢 是用一個平躺的方式 躺在我們的主機板上面 我們那時候很天真的呢 照前面一樣的步驟 那這時候發生一個狀況 顯示卡的位置 那背板的風扇呢 重疊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顯卡部分 板子的地方 切的特別的多 後來呢是讓這個支撐架的位置呢 整個往旁邊移動 這整個顯卡才裝的上去了 只是這邊稍微看起來 這個空間很大 那下一步呢 就是處理我們電腦的 前方 那在電源按鈕的部分呢 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小小的狀況 這個電源的按鈕啊 因為它長的超大的 沒有我再小一點的嗎 我只有在網路上看到這個size 因為它旁邊有那個 支撐錄的關係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切掉 我們切這個花超久時間 好那我們處理完這個 開關的部分呢 接著就是前板風扇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我非常貼心的 加裝了一個 現代電腦組裝的一個美學 叫做80%濾網 為什麼 這個沒有完全覆蓋 你知道 you know 80%濾網 所以就有20%的地方 沒有遮到這樣子 有就是東西嗎 你是不是 偷工減掉 那偷工減掉 相當的安靜 你這沒什麼好像 周扇真的沒什麼聲音耶 對 因為它是 平快一點 好那最後呢 就是把這個 主機板上面的 記憶體啊 硬碟啊 裝上 鎖上 就差不多了 接著我要來 跟各位展示一下 這個機殼最大用處 當你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跑了一些 高速仔遊戲 你會覺得 啊 機殼怎麼好像變熱了 不用擔心 這個機殼發揮價值的時候來了 你只是喜歡做一個動作 把這個機殼 拼倒下來 把這個蓋子 拿起來 它呢 就會變成一個 超級通風機殼 我覺得你像是可以 直接把一台小電風扇 放在這邊 然後開始吹風 嗯 好像不錯 這樣子散熱效率更好 那在我們說了這麼多 各位 我知道 一定有觀眾不信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 遊戲實測的環節 來看看這台電腦 溫度到底可以控制到多少 我們現在實測這個遊戲呢 是GTA5 它沒有內閣的感覺 我們使用的硬體 剛好提到 CPU是1700 然後顯卡呢 是RTS3070 現在這個O信電力選手呢 開了它的這個白色客車 在山路上 盡情的狂飆 好 撞到了一個人家的 電視車 為什麼沒有槍 對 你不是一個 手無腹肌之地的賽車手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左上角FPS 平均大概都有在100張以上 然後呢 CPU的溫度 32度 那顯示卡溫度呢 大概60度左右 這個溫控非常的棒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O信電力選手開著開著 輪胎的右前方 還是右後方卡住了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大家都知道你車在哪裡 方便警察來追你是吧 你為什麼有做壞事 所以警察不太好追你是不是 我沒做壞事 警察就不在追我啊 哦 那我怎麼追到啊 我們接下來呢 要來測最近非常火紅的遊戲 Cyberpunk 2077 2077 它都是第一人測 2077是第一人測的遊戲 怎麼樣 目前這樣玩下來的感覺 沒有卡頓啊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 一個PS大約是59 60啦 算順了 我比較意外的是 原來這麼久以前的CPU 也可以推得動 3070啊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左上角 3070的使用率來到99 但是顯示卡的溫度 竟然沒過780度 只有67度吧 看來我們這機殼 挺牛逼的 你說的是因為機殼空間很大的關係 所以散熱相對比較好一點 對 這台電腦跟你自己的電腦 玩起來有差嗎 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好像有差哦 不知道為什麼這台電腦表現 比較好一點 是怎麼回事 比較好一點 對啊 有可能是新的系統啦 有可能啦 怎麼聽起來在找藉口 各位觀眾 我們剛剛差不多玩了20多分鐘有了 顯卡使用率呢 已經持續大概98 99很長一段時間了 那目前呢 這個顯示卡溫度都沒有超過70度 那連CPU的溫度也是差不多 就是一直維持在35度 這個整體的散熱來講超級強 那這個除了我們機箱夠大以外呢 再來就是別塊的散熱 也真的不錯啊 好啦在這影片的最後我們來做個結論好了 這一次的裝機體驗呢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 蠻特別的體驗 因為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隨便買一個箱子 就可以當作紙機殼 那在最後面呢 也真的非常感謝 比塊可能願意呢 支持我們這個 超ㄎㄧㄤ的企劃 呵呵呵 真的 你在做這個的時候 你沒有擔心如果失敗怎麼辦呢 如果中途失敗 一定要想盡辦法把這些東西塞到這裡面 然後我在鎖這個銅柱的時候呢 真的很怕一個地方斷掉 是說你沒有多買幾個嗎 因為切也有可能切壞掉啊 沒有 一次成功啊 好啦各位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到我的FB以及IG 按下個追蹤 也別忘了訂閱歐立的頻道喔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就來下一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 大家好- 大家好- 資訊